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如果呢 你要看她的爱情的话 要看的是金星 因为金星管的是爱与美与钱 从她的金星星座 你就可以知道 她会喜欢哪个类型的女生了 现在网络上有很多 免费的星座命盘 只要你输入她的生日 就可以知道她的金星星座咯 看男生的金星星座来征服她 可得好好追起来 金星牡羊座 代表的人物有金秀贤 林俊杰跟山下志九 第一眼对他们来说 真的很重要 因为这几乎就决定了 你能不能跟他们 继续发展下去 金星牡羊座 是容易一见钟情的类型 而他们喜欢的女生呢 是拥有活力 开朗 而且直来直往的年轻女生 太扭念的女生啊 可不是他们的菜 要怎么征服他们呢 征服秘笈提供给您 他们很喜欢打猎的感觉 所以请你记得要创造出一种 虽敢跑跳碰的新鲜感 但也不要让他们追太久 因为他们的爱火啊 是来得快 去得也快 如果呢 追爱模式呢 是打点趁热的话 你跟太久 他们可能就 没动力了 接下来是金星金牛座 代表人物是 王力红汉宋威龙 那么金星原本就是守护金牛座的 所以你有没有觉得 金星金牛座的男生 长得好看的比例 可是相对很高呢 要不然的话 有钱 最差的话也有好相处哦 喜欢女生的类型 他们喜欢的是 甜美又有气质的女生 征服的秘笈啊 这类人跟金星牧羊族 真的不一样哦 他们不喜欢人家倒追他们 他们呢 是日久深情的类型 因为他们对感情的态度 是比较慢热的 除非有其他的新星来影响 那么金星金牛座 本身就是很有讲究生活品质品味的 所以呢 如果你对生活也很有品味 请记得让他知道你的这一面 如果能够跟他们一起享受美食 体验生活的美好 或是你会钢琴 小提琴等等艺术类 都可以加分哦 接下来看看金星双子座 代表人物是黎明浩和林佑嘉 那么金星双子座对于爱情啊 似乎就没有看得那么重了 在感情的世界里面 他们相对采取比较理性的态度 而且很爱交朋友 所以有些人会觉得 他们好像有点花心 喜欢女生的类型 他们喜欢说话跟自己很投机的女生 如果你讲话不有趣的话 跟他们没话聊 话不投机半句多 那就很难继续下去了 想要征服金星双子座啊 那么建议你们是找一些 新奇或是现在正在流行的话题 放在口袋里吧 让他们知道 你是个有趣的女孩子 幽默感可以提升他对你的好感哦 接下来到了金星巨蟹座 代表人物呢 是孔刘 罗志祥 菊迪跟张力昂 其实呢 小情小爱 文心的爱就是他们追求的哦 虽然有时候有点情绪化 但对金星巨蟹座来说 假日能和喜欢的人 或在家里做做菜啊 看看电影啊 感受日常的小缺行 就是一种浪漫 喜欢女生的类型 他们喜欢能够照顾他们的女生 或是有妈妈味道的女生 征服的秘技 如果你可以让他的妈妈喜欢你 你就成功了一半 如果他全家都爱你 他不喜欢你 也是米汤 大家可以想想罗志祥的例子 先不管他的后来的绯闻 下半身管不住自己 但是呢 有没有想过周扬青是台面上 唯一他承认的女朋友 那就是因为呢 罗妈妈是喜欢周扬青的 所以要征服他 请先征服他的妈 那么到了金星狮子座 代表人物是宋仲基 毕书静还有周星驰 在爱情的世界里 地球是绕着他们来旋转的哦 喜欢感情有点戏剧化 也喜欢少浪漫 毕竟在他们的世界里 自己就是人见人爱的男神啊 喜欢女生的类型呢 是喜欢众所瞩目 亮眼的女生 或是在别人面前是女王 在自己面前却乖之像是小猫咪的女生 或是风趣的女生 征服他们要特别注意了 因为譬如说 想朋友介绍他们的时候 你要让他们觉得很有面子 而且呢 最好是夸张他 让他的自我意识爆棚 大大去满足他的虚荣心 你要让他觉得 他是全世界最好的 记住他们的耳根子很软 好好夸张他 对你是有好处的 接下来到了金星处女座 代表人物有玄冰 金雨冰 还有雷神克里斯汉斯沃 那么金星处女座呢 是把处女座的完美主意 展现在爱情的世界里 所以呢 她们的眼光也是很高的 挑剔的不得了 她们喜欢的女生的类型啊 是看起来纯洁乖巧的女生 征服的秘技就是 你最好看起来像一朵白莲花 出淤泥而不染 出青脸而不腰 不只外表要清纯 想化的谈吐 最好也要有知性美 条理分明 如果你一开口就让他们觉得 哎 你是笨蛋吗 那不好意思 这局你就出局了 金星天秤座 代表人物有牧村拓哉 跟刘以豪 还有阿信 金星的强势位 金星在天秤座的男人啊 通常也是很有魅力的 因为他们本身的桃花 就很旺 看看牧村拓哉 都已经是大叔的年纪了 还是风靡一票的女生 他们也喜欢沉浸在爱情浪漫的氛围里 喜欢女生的类型 他们喜欢的是社交名媛类 或是呢 全身散发出优雅气质的女生 想要征服她们 就向她展现你超高超的社交手腕 或是高人一等的美感吧 如果你生活品味很好 那也有加分 但是呢 比起这个物质上的享受啊 金星天秤座更在意的是 美好而且平等的关系哦 当然如果你也会弹钢琴 对绘画有兴趣 也能吸引她们 那么接下来到了金星天蝎座 代表人物有许光汉 尹亚伦 胡逊俊 以及吴奇隆 像有欲很强的天蝎座啊 感情的燃点比较高 没有那么容易就投入一段感情里面哦 但如果爱上了 就会全心全意来投入 通常一段感情 可以维系很久很久 那么他们喜欢的女生的类型呢 是带点神秘感又性感的女生 对于禁忌的恋情啊 也比较没有抵抗力 大家要特别注意 想征服金星天蝎座 可以使出欲擒故纵这招 越是神秘越是低调 金星天蝎座 小侦探的雷达 就会伸得越长 越想把你给占为己有 但如果你只是想玩玩尝鲜 劝你是不要招惹这些金星蝎子 因为呢 他的触坛子被打翻的话 我想他会 假的奉还 金星是首座 代表人物是金城武 周杰伦跟Jay Sean 金星射手座呢 因为有木星的守护 在感情的路上 大多是畅行无阻 而且呢 他们向往自由奔放的爱情 对他们来说 爱情就是一场华丽的冒险 喜欢女生的类型呢 他们喜欢混血儿 或是拥有一国情调的女生 如果你是开朗自信的阳光女孩 那么也能够吸引他们哦 商服的秘技 混血脸孔可能是他们的首选 那因为射手座本来就跟国外有关系 所以金星射手座的人呢 也很喜欢展开冒险 如果你能来个出其不意 成为他闯荡世界的好伙伴 好感度也会暴增哦 接下来到了金星摩羯座 代表人物是华晨宇跟李洞旭 其实呢 金星摩羯座跟金星射手座 是很不一样的 因为他们的爱情观呢 通常是采取首饰 显得比较保守 通常啊 爱神真的也比较晚来敲他们的门 而且呢他们在选择另外一半上面 通常带有现实考量 喜欢女生的类型 他们喜欢有不伴的女生 或是带着出场的女生 甚至是在事业上 可以帮助自己的女生 想要征服他们啊 因为他们在感情的路上呢 就像山羊一样 一步一步都要踩得稳 踩得扎实 如果你喜欢像这样的他们 就要拿出实际作为来 譬如说你在学业 或是你在事业上可以帮他们一把 或是他们觉得呢 你是位上得了厅堂 下得了厨房 其多功能与一生的超有用的女孩 接下来到了金星水瓶座 代表人物有彭于晏跟谢坤达 那么因为金星水瓶座呢 的交际圈很广 他们跟不熟的人 也是可以打成一片的 在他们心里呢 朋友似乎比恋人还要重要一些 爱情观呢 缺少了一点道德约束 就是比较与众不同 所以有些人就会觉得 金星水瓶座 好像有点花心又有点博爱 那么他们喜欢女生的类型呢 就是可以像朋友一样 从外太空聊到内子宫的哥们 征服秘境呢 想要征服他们 就需要给他们自由的空间 必须经常给他们一点惊喜的感觉 如果他们觉得跟你在一起新鲜有趣 那就大大加分了 那么如果你对3C的产品 跟一些新科技特别有兴趣 也可以跟他们聊聊这些哦 金星双鱼座代表人物有肖敬腾 陆涵以及佐藤健 金双鱼座很能为喜爱的人去付出一切 他们全身上下散发出一种艺术家气息 生活也是比较随性的 有时候呢 对于爱情的界限是比较模糊的 那他们到底喜欢哪样的女生呢 答案就是 除除可怜或是喜欢艺术的女生 想要征服他们的话 如果你太强势的话 就会把他们吓跑哦 因为他们是很有爱情 又愿意为爱人奉献的一群 如果你给他们一个救赎你的机会 满足了他们为人牺牲的精神需求 他们可能因此游怜生爱 因此爱上你 谢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想更了解更多 有趣又有用的新作资讯 请继续锁定娱乐左心事 我是被新闻耽误的 詹心师Sandy 我们下周再会 记得不要忘了 请追踪 女孩要干嘛的YouTube频道 并追踪开启小铃铛 才能看到你